宣告结婚怀孕双喜临门的艺人李千娜 受邀担任唐市政基金会2024年度公益大使 并特别出席2024龙市围条例 爱不啰嗦春节礼盒记者会 与扮演邮差的唐宝宝及庇护商店青年 共同为大家推荐健康环保的春节礼盒 不管是中秋节或是各大节日 我每一次就会想到爱不啰嗦 就想说这次要送礼了 那我就是想到爱不啰嗦 因为你会想到唐宝宝那么可爱天真的一面之外 他们真的很认真在工作 尤其是这些手工饼跟他们亲自做完之后 自己包装 还有因为我会常去门市 然后就去看那些唐宝宝 他们就亲自服务这样 你就会想到那些画面 就会觉得东西又好吃 然后又看到他们认真工作 所以一定要特别支持他们 像每一次要参加活动的前一天晚上 我都会特别的兴奋 就是因为每次要期待看到他们 就是他们每天都是带着笑容 然后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他们是完全就像刚刚这样 做出一个什么行为局 让你觉得他真的好可爱 对 怎么会想这种反应 就会让人想抱抱他们 对 然后因为爱不啰嗦西班牙语 也是在强调说抱抱这件事情 爱的抱抱 然后就觉得真的耶 就是我们要不断地给予爱的抱抱 它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不管是在唐宝宝身上也好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也好 我就觉得爱这件事情一直传递下去 尤其是用唐宝宝来引导我们大家 我就会觉得特别有意义 是 因为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特别是不要为每一个人贴上标签 或者是用任何标准来看待每一个人 所以像我自己身为一个母亲 每次我在听董事长讲话的时候 我都会像我刚刚在后台听他讲话 我就会默默地想要落泪 因为他真的很辛苦 尤其是这么多有爱的人 然后你们一起创造这么好的多元的地方 环境让他们成长 然后还可以让他们工作就业求学 我都觉得这些事情是很不可思议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在做这些事情 比起一般人还要辛苦跟困难 所以我就会觉得 每次都会特别激动 你们唐室政基金会真的想得很周到 因为你不会想说 我只是要销售这个产品而已 或是只是因为唐宝宝的手工饼干 然后特别有意义 不是因为他接下来 还为了健康跟有序这件事情 在做得更精致完善 我就会觉得你们真的很有心 自己最喜欢的就是春节的礼盒 因为他的包装非常精致 而且又那个手信礼盒 是是是 然后里面又是唐宝宝的手工饼干 我就觉得好喜欢看就觉得很开心 对吃在嘴里但是温暖在心里 对对 很幸福的感觉 唐室政基金会推出的爱不啰嗦春节礼盒 不只设计精美 更强调环保油墨 环保设计包装 并结合环保议题 推出使用回收宝特瓶制作的 时尚丝巾为包装 另外由于明年是农年 唐室政基金会 特别以 龙氏伟流利为主题 宣告基金会将继续坚守承诺 实践健康友善 环保永续四大任务 商品或照顾 其实健康是最重要 不管是爸爸妈妈 不管是在这边受照顾的孩子 其实我们 从明年开始 我们一定会打造一个 让孩子在一个安全 在一个舒适 在健康的环境之下 能够成长学习 那商品也一样 商品其实我们 今年就是从 怎么样结合一些健康 而且健康的食材 而且结合小龙 包括结合一些 大的很多的一个 企业的一个好商品 来跟我们来做合作 那友善 就是我们今天 大家可以看 今天我们有很多 很多的商品 是跟很多的企业 或跟很多友善的一些团体 来做联名来配合 让这个友善 它可以延续 而且可以善的新欢 让整个一个商品 未来都可以 让更多人来做 选购 那环保 其实 今年我们特别跟 FNG 来做一个配合 那我们商品里面有 部分的商品 是用宝特瓶 然后抽砂 然后做出的围巾 或做出的那个包装 然后希望说透过 这样的一个包装环保 能够让未来 所有的一个商品 其实除了健康 我们要讲求环保 那未来我们单位 其实我们都不用一次性的东西 我们希望说 不管是任了客人来 或从我们的所有的包装 或从我们的训练 我们都开始转变 怎么样来爱地球 因为地球只有一个 那如果我们不爱地球 其实未来 整个地球 其实就会产生了 很大的一个麻烦 那永续 其实就是 不管是 跟我们配合的这些 叫做企业 那我们包括说 在我们机构 然后我们 所照顾的孩子 我们希望说 今天你进入我们系统 我们就一辈子的照顾 照顾从小到大 甚至到中老 其实我们都希望说 希望说能够 用全面化的 一生涯的一个规划 让整个一个照顾 是可以永续 那包括 永续包括人的永续 商品的永续 企业的永续 爱不啰嗦春节礼盒 有唐宝宝首作的 蔓越莓雪球 娃娃酥 杏仁伯爵红茶饼干 南藻核桃高等 精致礼盒 满足不同喜好与需求 更有与麻吉猫等 IP品牌联名推出的 春节礼盒 让消费者春节送礼 有更多样的选择 记者领席会 台北报导